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臣 现在是2020年 现在是4月份 天气开始 南部天气开始非常热 像夏天一样 所以很容易流汗 我先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就是 返老还童 所谓返老还童就是我们要常保赤子之心 因为什么 因为出生之毒不畏火 长出鸡脚倒怕狼 这个成语很有意思 我最近看了一本小书 这本书是一个集结了很多外国人的那些名人 他讲的一些话 但是其实那些 因为它是翻译的 所以它里面很多其实都有对应 像我们中国的那个诗词里面都可以有对应的 可以严谨欲甘 比如说它有一篇叫做《难得糊涂》 他讲的所有的难得糊涂就是一般人很震惊的 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很高大上 或者是一个企业主 或者是一个法官 或者是一个什么 你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 那你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 他要你念床边故事给他听 你把那个童话 如果大人如果说你平常 因为职位的关系 要表持严肃 所以要保持一个老K面孔 等到你一看那个童话上 你会愣住了 为什么 童话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一点毫无生意的 深沉意义的一些叙述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 一片牡蛎 或者一个叫喊的海象 还有会吹横笛的大象 会飞的大象 会飞的猪 没有脚趾的这个 猫头鹰和小猫 同城一艘美丽的绿色小船出海去 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同话故事里面 都直接让成人看不下去 也看不下去 或者觉得很好笑 好像觉得很幼稚很肤浅 其实哈 这个就是说 他是说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难得糊涂 就说当我们发现到 我们跟小孩讲这个 小孩是听的 面带微笑进入梦乡 那其实你已经功德无量了 而你自己回想起来 像我是1955年出生 我小孩上没有听那些故事 因为我的父亲父母那一辈的人 他们是经过二十大战的那个 还有特日抗战那个 那个可怕的战争洗礼 他们过的都是逃难 还有那些战乱的那种世界 他们小时候也没有听童话 然后也过得非常的辛苦的生活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也算辛苦 因为那些什么格林童话什么 基本上也不会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 我们可能放学回来回到家 可能喂喂鸡 或看看什么东西 喂喂鸭什么的 种种的那个蔬果 这些是我们童年的那个实际上的操作 没有什么太多浪漫的幻想 或怎么样 所以有些 有些那个大人会觉得说 念那些童话给那些床边故事给小孩子听 觉得好像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它意义在深层的部分 其实那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它是促进小孩子的那个想象力 所以幻想也可以 想象力也可以 幻想就是想象力 那其实这本书翻译它叫做难得糊涂 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严肃的工作的人 你都要难得要去做一些这些看似无聊 而且乏味的事情 不合那个情理法的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是符合儿童的需求 我大概在好几年 十多年前吧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突然打电话跟我讲说 他们是一个儿童剧场 一个登记有案的儿童剧场 说要演出 那个演出档期已经排好了 可是突然他们家发生了变故 那个主持人没有办法出现 另外刚好又有两 其中有两个演员 也因为某种原因都不能出席 就变成说我那个朋友 是他里面唯一的能挑大梁的 他立刻就着荒了 因为那个节目单早在半年前 七八这个月以前就已经印出来了 是全年的计划 这个节目 他们这个是要送审 然后通过之后才能够排班的 他临时怎么去取消吗 那这个可能也不能取消了 因为这都印刷出去了 要取消很麻烦 所以当时那个我的朋友 立刻打电话给我 说要我一定要帮他 帮他这个圆场 叫我去表演 那另外当时他也约了我 另外一个朋友 他都是属于那个表演的人 那结果我会想说 表演什么呢 我跟我这个朋友 只有表演一些就是即兴剧 那因为我们是成年人 而且年龄相当 所以经验相当 所以讲起来的东西都可以 可是现在这个面对是儿童 是儿童剧 儿童剧的那个大人都要穿上什么 穿上老虎皮的衣服 带上熊猫的那个模型 或者是怎样 或者是巫婆 或者是圣诞老人 都要化妆成儿童能够的 而且他里面的笑料呢 还要针对儿童 要针对幼童 所谓幼童就是 我们成人笑不起来的东西 幼童他会哈哈大笑笑的 不可收拾 比如说最常用的就是 放屁的声音 我们小孩都常常这样 用嘴巴吹这个皮肤 你就会 小孩子幼童他听到这个 他哈哈大笑 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 那成人就恐怕觉得 这个这种幽默 好像这种笑料 有点低级啊 可是幼童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那成人 如果说你要 你要表演给幼童看的时候 你要什么 你要花加倍的心思 你要用幼童 有兴趣的内容 但是呢 你要贯注他内涵是什么 其实这儿童剧 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我今天没有在我的 那个儿童王剧工作室 背面整个墙上都是那些书 那些国内外的 那些著作 还有那些我收集的 那些书上里面 他都有讲这些东西 只是他讲的东西 比较学理 你真正的 你要实践的话 你只有投入到现场去 那我就带了乐器 还有那个临时在那个 在现场那附近 找了一些树叶 我吹树叶嘛 树叶演奏 还有那个笛子啊 销啊什么巴乌 什么这些东西 我就带去 因为要刺激小孩 他能够 能够 增加他的想象力嘛 那结果我就去了 我们原来那个 原来那个是有四个人表演的 结果其中有三个人都有问题 结果剩下我那个朋友 由他来苦称这个大 独称这个大局 然后他没办法称 他就找了两个人 我是其中之一 一共原来四个人 另外一套节目 是儿童剧的 结果变成我们现在三个人了 结果我去了 去了一大早我就去了 因为要排演嘛 下午的节目 上午那个时间都要排演 在现场排演 然后要那个临时 因为我们是临时的 把原来的节目给他 给他弄到 挪到后面去 然后我们临时 用我们三个人的专场来表演 那我以前也没有 也没有参加过儿童剧场的 这个 我有时候还看不太下去了 我孩子在看儿童剧的时候 我有时候还看不下去 觉得那个东西有点 有点怎么讲啊 有点 大人看起来觉得有点 有点 有点低级了 但是我 但我这下子 我站在现场了 我要表演的时候 我想说 我认为低级的东西 那我就不要表演那个 我就表演一些 让孩子又能惊奇 然后又 又又有收获的东西呢 那我就想到了 就书业卷成笛子 然后还用书业摧 单页的摧 这种我们童年的同玩 那我就跟那个人讲 那人当然相信我 他说你只要用尽你的浑身解数 反正每一个时间有一段多长 然后这个换到你 你就上去 然后我们只能在旁边敲边鼓 因为他一个一个节目是 是那个排的很很很密嘛 结果我就去了 就上午就大约就排了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我很会的东西的话 很熟练的东西 我根本不用排演 我只要我只要跟他讲 我大概要做些什么东西 他也听不下去 因为他那个 他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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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乱 结果后来中午吃完饭 只要下午的时候 突然下雨了 我想完蛋了 下雨可能来的人会很少 没想到那个地区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幼童还有那些母亲 还有父亲 有啥是一家子啊 居然冒的大雨啊 坐着车打的伞 一来一下坐满了 把那个表演厅 那个那个 坐的满满的 这一下我一下子想 想象不到 这些家长这么负责啊 都把那个幼童带来那边 因为他是开放式的嘛 所以 我们必须要 要跟那个 这些观众打成一片嘛 所以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从吹那树叶啊什么 我都把树叶发给他们啊 他们只要一伸手 几乎每一个人的伸手 一下树叶就抢光了 还好我摘了很多 全部 然后我当场就告诉他怎么弄 怎么弄 在时间之内啊 把他教他们 当然想要学会很困难了 然后接着我就拿了笛子 拿了销 拿了什么 那些乐器啊 然后我就吹一下 然后再讲一些故事 这些故事 像笛子就是 印度话叫 Ben Suri就是会唱歌的主子 等等等 我希望说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灌注他们一些知识 然后他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用我很强烈的这个刺激 比如说我吹树叶 他以后就会晓得啊 这个树叶 拓手可得的树叶是可以吹歌的 口哨也是也是一个 当然还有紫哨 还有这个啊 这个海螺哨 我全部都 都是我童年童年喜欢的东西 我童童表演了 但当学不起来 但他们 我看到那些家长跟那些小朋友的 那个眼睛都发亮了 哎呀我就觉得我很成功 果然没错 那个那个那个 儿童图书馆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负责人他们说啊这个 你们你们这几个人啊真是厉害啊 我看这些儿童剧里面啊 你们表演的是最吸引他们的 最吸睛他们的 我说那希望各位啊 那他们能够给我们好评 那个那个上网或者是 那个写那个意见表的时候 大家称赛 结果没错 获得极高好评 后来那个团长 因为他他家里刚好发生发生上市嘛 他他父亲去世 然后四号要请我吃饭 吃饭的时候 希望我能加入他们的儿童剧团 我说我实在 呃一次就就够了 那以后我就算了 这就是 呃刚刚讲说那个 如果说你平常 呃是非常那个严肃的人 哈 你不妨尝试看看哈 完全解放一次 对待儿童 你看看儿童的绘本是什么 绘本比较好了 那那个儿童的那个童话 童话故事啊 不妨 讲给那个儿童那个 当床边故事讲给他听 啊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这个这个 这个专家 他的他的这个文章哈 这个短文 他是他讲叫难得糊涂 其实不是啊 你参加拿通剧场就知道 叫我们永保赤子之心哈 其实这个很重要哈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一个一个很好笑的哈 就是 另外另外有一个一个一个名家哈 他他讲的叫做大无畏精神哈 这个大无畏精神是美国 美国的这个高中以上学校哈 可能初中就有 中学毕业典礼的时候 请的不管是校长或者是 杰出校友来学校演讲 或名家来学校演讲的时候 他们都会鼓励孩子们冒险精神 那种大无畏精神 大踏步出去 可是这个东西到底是 什么叫大无畏精神呢 他他就举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 那个那个例子哈 他说他说那个 在青年的辞典中 根本没有所谓失败这个名字哈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那个有一个 孩子参加马戏团的故事吗 马戏团到镇上表演的时候 那个团长说他缺一个喇叭手 然后就贴贴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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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招喇叭手的一个广告 结果他他招喇叭手要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要表演马戏团要表演的时候 要到那个镇上免费的去游街 去吹吹打打 然后带着狮子老虎 游街让大家吸引大家 然后来他那边买票来看节目 这个马戏团 他这个喇叭手就是在游行队伍里面 结果有一个男孩他加入了 在街上游行的时候 还没走过一条街那么长的路 就有两个女人因为 因为听了那男孩吹出来的怪声 而吓昏了 然后有一匹马因为吓了逃走了 把那个人的骑士都抓不住他 那马奔逃 因为吓到了 被他那个喇叭声吓到了 这乐队指挥就责问那孩子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你根本就不会吹喇叭 结果那男孩子回答说 我以前没试过 我怎么知道我不会吹喇叭 我觉得这个笑话非常好笑 我笑了半天 这个东西你会不会吹喇叭 你只会不知道呢 你要练过你才知道 你就不会的话 那你 你怎么去应征这个工作 当然这个 这是一个笑话了 这个笑话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 那个出生之毒不畏虎 长出鸡脚倒怕狼 如果你天天在练练练练练练 练了很久之后 你可能你可能不敢去应征 或者是你应征之后 你吹了之后你还胆怯 可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孩子 根本就是一个 怎么讲 连巴探 还 还谈不上的一个 一个孩子 上不了脏的孩子 居然他敢去应征一个喇叭手 因为什么 他想尝试一个 新的一个经验 那 这个 这个名家还讲说 多年前我的做法 确切跟这个孩子一样 现在我已经是祖父辈了 头上长了很多白髮 许多人常说我知识丰富 可是我的年龄 不算年轻 不算年轻 在精神上 我仍然希望有相当多的青春 永不惧怕 惧怕失败 永远争取机会 在行列 从迈步前进 我在想 那个我之前我看到一个这个 这是一个 一个小朋友的一个东西 这个小朋友现在几岁我不知道 很意外就是 我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数学的一个练习步 现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 这是精装的 里面全是白纸 就是练习写那个字 各位可以看 它整本这个全部画的满满的 每一页都画的满满的 我画的娃娃 这个有两三本 我自己很喜欢画画 我童年时候很喜欢画画 可是我没有他这么伟大 各位可以看他画的东西 就是儿童 幼童 幼童画的 画的娃娃 这种东西 我的孩子 我儿子 我女儿 在童年的时候画的东西 我全部用 用A式的纸给他们画 让他练习画大画 然后画完之后 我全部用那个作品的file 给他插在里面 一直到现在他们三十多岁了 我女儿幼稚园的时候 用陶艺做的鞋子都还穿 都还在 我女儿每次看到的时候 我都跟他讲说 你结婚的时候 这就是嫁妆 要送给你的 他说 他说 谢谢老爸 他说 我保留他很多东西 照片什么都不稀奇 他做的陶艺的鞋子 做的像两头大便似的鞋子 他说那个最珍贵 因为那是他 那个时候做的 人家做完 可能拿回家就丢掉 当垃圾丢掉了 我没办法丢掉 我把它保存到现在 因为什么 因为他将他 会不会走创作的路子 会不会是一个艺术家 会不会是一个画家 或者陶艺家 都不可知 但是呢 你把它保留以后 他就会 他也有想望 这是从 剪贴别的 那个理想的状态 那他每一页都画的满满的 这个小朋友 我觉得真的是 无子可教义 那我在想说 刚刚讲的 那个都是儿童嘛 因为 出生之独不畏乎 你看那个孩子的 充沛的那个想象力 跟他充沛的表现欲望 他把整本的那个 他画了两三本的 这都丢掉了 所以 刚刚到我手上 因为我看了以后 我不但觉得很好 很好玩 我觉得这个是 这孩子现在几岁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 他画的东西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就是儿童话 简单讲 不能说好不好 也不能评判 因为这个就是 一个过程嘛 process 那我在想 我像比如说 我在 我在教什么 比如说我在吹笛子 那如果我教人的时候 人家会想说 哎呀你 我怎么可能学的 你这么强壮的一个人 然后你一口气 可以吹这么长 那问题是 因为我游泳 我想说游泳选手 所以 我避泣潜水 一口气 不用任何东西 不用什么氧气瓶 什么都不用 就是徒手避泣潜水 也不穿挖鞋 我可以游75公尺 75公尺 标准池 50公尺 标准池 去到对面 再折回来一半 25公尺 加50公尺 75公尺 75公尺 我可以一口气 以后75公尺 用蛙式 在水底下 在池子底下 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如果说我来 我来教东西的话 人家就会想说 哎呀算了不要学了 因为好像要我这么强壮的人 才有办法做到那个 其实不是 我这上面 这上面所有的活动 都是 都是 我的 我的学生都是女的 骑马的是女生 玩飞行伞的也是女生 玩风浪板的也是女生 那玩这些艺术的 吹笛子吹什么玩意 全都是女生 那有的人讲说 哎 你难道是 你难道是重女青男吗 不是 正是因为 比如说 我现在教你吹 吹指哨 我一吹吹的很响 哎呀 你当然了 因为你那么强壮嘛 所以你 你当然可以 他就没想到 他就没想到这里面有技巧 那所以我在印刷的那个 我的广告里面 我就是 我就用我的女弟子 因为他们 又 又又又又又貌美 然后又怎么又 鲜弱嘛 一般来对女性的想法是鲜弱 其实未必 是潜能 很容易 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潜能给压抑 像以我来讲 我要写什么新玩页的时候 我都会想说 我有其他的经验嘛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 一口气可以潜水75公尺 所以如果说我玩一个新的乐器的时候 那个老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又跟其他的人一起初学的时候 人家会讲来 吹长衣 人家早就已经停了 停了很久之后 我还在吹 可能那个老师或教练 听听听 你以前练过 不是练过 我是因为气很长 我只是学这个才初学 同样的 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教练 比我身体磊弱的人 他没有其他的运动经验的人 我可能有个认为说 你会的我一定能学的会 我想学任何东西都应该这样 人家什么物理化学 数学 电学 人家都发明了 科学家都发明了 你还能学不会吗 看你有没有用心 有没有花时间而已 就是如果说 顺和人业 愚和人业 有为者亦若是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一定可以 但是儿童呢 他刚好就跨越了那些障碍 所谓知识障 他不会认为说你有多厉害 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一个原住民的运动会在我们那边举行 我就去看 我是一个人去看了 那我 我觉得是这么精彩的表演 那个观众好像都是 都像那个都像睡着了一样 没有人给他鼓掌 也没有人喝彩 我为了要 为了要表示我对他们的表演的敬意 我鼓掌因为 场面太大 鼓掌没有用 所以我就用吹这个指哨 吹得很大声 我的声音一吹到 全场的人都会往这边看 那成年人呢 他不好意思 因为不认识我嘛 不好意思接近 结果就 结果 我不知不觉 我一看旁边坐了一个小男生 一个小男生坐在我旁边 那小男生 看起来很好玩 他戳西装头 他坐在我旁边 坐在那椅子上 他的脚都还不能落地 悬空在空中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 他说 那个北北 你能不能教我吹这个 我说可以啊 我就吹给他看 然后我就教他 他就吹吹吹吹 他说我头晕啊 我说你一个人来的吗 他说不是 我跟我爸妈来的 我说那你 我说你爸爸呢 他讲了一句话 让我很惊讶 他讲说 他妈的 他跟别人在那 不知道到哪去喝酒了 他们是原住民嘛 我说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在那边 在跟人家聊天 我一看 我在一个远远的 一个帐篷里面 他妈妈跟他的姐妹 他在那边聊天 我说 你爸妈是同一个族的吗 他说不是 我爸是什么族 我妈是什么族 反正不管是什么族 原住民都喜欢喝酒嘛 然后 他刚刚讲那个 一开口讲就粗话 是一个很明显 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教的嘛 他家里面 他爸爸随口就讲 这些话 所以他就 一个二年小学 二年级的学生 就粗话就上口了 然后呢 他吹一吹 就 就头晕了嘛 因为他不得要领嘛 那这东西也不是 一下能学会的 OK 那我只要有节目完了 我就会吹口哨 然后他就 接着他就刺激他 他又又就这样学 那我说 你在人家表演中间 你不要练 因为万一你吹响的话 干扰到别人 结果在不知不觉中间 又有一个女生 坐在我另外一边 我一下下一跳 我就问这个小男生 我说 我说这个是谁 他说那是他姐姐 我说你家到底有几个人 他说就他姐姐跟他两个 我说你姐姐比你大 大多少 他大一岁 他小学二年级 他姐姐三年级 然后结果他姐姐也要学这个 也要学这个纸绍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到 有个什么现象 小孩子他没有隔阂的 只要大人没有给他设限的话 他没有隔阂 他立刻就想 女生也要学这个 然后结果几个节目过去之后 这小孩子吹了头晕脑胀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你还会什么 会不会吹口哨 他说不会 最后这个女生也在学 也都没学起来 然后最后那个小男生 突然想了 想了说我会这个 他说他会这个 那我就想说 那你会不会花蛇 他就不会了 他就在那边 又在摸索花蛇去了 因为我跟他不认识 两个人我都不认识 但是这就是一个 也不是表演 也不是什么 就在一个瓶水相逢的一个场合 我就发现到 小孩子的学习能力 就跟海绵一样 等到人一旦 一旦那个年纪大了以后 长出鸡脚 倒怕狼 很多人都讲说 看到我有的时候 在那边做那个弓箭 有一些高级的 那个军官吧 看到我在那边做弓箭 他们平常就在那边散个步啊 走一走 然后或者是在那边跟人家聊天 那臭盖啊什么 就没想到说公园里面会有一个老头 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 我今年64岁啊 但因为他看不出来我是64岁的年纪 所以他认为说 我可能比他年纪很轻吧 在那边做DIY 做手工艺 我在做弓箭 那引发他来看嘛 看了以后他跟我聊的时候 好像他的言下之意就讲说 你这个年龄应该安分守己啊 应该像我这样子 就是散散步拉倒了 就做事等死就算了 你还这么勤快干什么 再来他看到我做弓箭 他可能心里有点响 因为他是高级将领嘛 那就是双手背在背后叫别人干嘛 教练叫别人练嘛 自己不练嘛 那那个以前的军官都是这样 那他就想说 我这个年龄的人还在这边 刘汉在这边 灰汉在这边做这些东西 他会觉得说 你好像那个 你这个人很奇怪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有些 如果说你觉得我很奇怪的话 在我的眼睛里面看 你就是很奇怪的人 因为你放弃了你的潜能 你可能什么都不会 所以你可能 错过了很多人生 可以学习的机会 刚刚讲的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这个里面 我就深有所感 很多人都看过这个东西 但他永远不会想到说 他可能会是我这个队伍里面的一员 他永远在隔着暗着看 然后看久了之后 如果还有一点知觉 可能会觉得 算了 自残行贿了 自探不如拉倒了 那如果说还有一点 有一点冲动的话 想是 你会的 我为什么不能会 就像我看到别人能的 我就想是 我也不能能 当然 有些东西是不能了 因为时过境迁了 我现在 现在要一口气 浅75公尺 那也可能也不行了 那另外还有一就是 其他的嘛 那还有 其他的背景 这些东西 也都是上年十五 二十十的时候干的 现在也不行 抱虎平和年龄小就过了 以上我都能跟我分享一下 出生之毒 不畏虎 长出鸡脚 倒怕狼 大家应该要 长保赤子之心 才能够活得更快乐 活得更久 活得更健康 谢谢